春意之商行 可能被丢弃的水果 有机会进入都会区贩售 冰棒更以台东的特产为主 开发出凤梨 翠梅 柠檬 糯神 与百香果等口味 提到春意之最大的特色 其实这次冰棒的作用和添加 水 过滤加除开 它一定有台糖和砂糖 这就是这几个最简单的标准 但这几个也是最困难的标准 在与各式活动结合之下 春意之在冰棒棍上 也有多样的创意设计 希望让更多人注意到台东美好的滋味